12月2号2020年广东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在广州举行 会议对399名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100个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我是有三名职工和一个集体受表彰 一起来看看 江门市共有14名个人 4个集体受省委省政府表彰 其中我是三个人和一集体 分别为台山市金桥旅行财场有限公司化学工程师杨翠岩 台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股长谢文清 台山市都湖镇新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李生业和广东绿岛峰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表彰大会上台山市金桥旅行财场有限公司化学工程师杨翠岩 作为广东省劳谋代表上台领奖 杨翠岩负责制定金桥公司铝材生产标准 成功研发电子产品铝外壳 豪华游艇铝星材 汽车天窗等产品的铝材部件 在铝星材表面化处理和环保处理方面 它不遗余力攻坚克难 成功研发出七个系列 六十二种颜色的铝合金表面处理新工艺 作为公民市的奖务领奖代表 我感到十分的铃铛 首先领了陆牧场 会有一种坚持一种特任 和一个耳铃胆 华温清一直在农业基层一线 默默无私奉献 为农民选与推广 优质水稻新品种 他选与出奇力丝苗 五星丝苗 抗白丝苗 象牙相占等一大批优质水稻品种 其中象牙相占在2018年 还获得了首届全国优质岛 仙道品种十位品质建平金奖 李盛业是都胡的重量大户 他努力进取自强不息 全面实现全机械化耕作 现拥有多种农业机器设备 他还组建了新村连业农机专业合作社 2015年成立了台山市都胡镇 盛与家庭农场 2016年被江门市评为 示范家庭农场 省先进集体 广东绿岛峰空气系统股份有件公司 是通风换气产品行业的领先制造商 公司拥有国家级专利113项 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绿岛峰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向武汉火神山医院 无偿捐赠通风换气设备产品 共247套 我们获得这个广东省先进集体 是广东省的最高的荣誉了 绿岛峰全体员工 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今后绿岛峰全体员工 一定会在街在地 加倍努力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我们公司强化 挡件引领旅行社会责任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 这是继2015年后 省委省政府 又一次高规格表彰 在沃省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和党的建设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 取得优异成绩的 社会各界劳动者 和先进集体 本台记者 陈明凤 廖宝成报道